忍忍~~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忍者必須死了 那今天這邊的虛迷幻境只剩下10個小時了喔 那這邊最後我們就再來體驗一下各個角色的能力 因為其實我們上次基本上這個機會很難得喔 就是官方給我們這些已經練好了角色 然後裝備也非常非常厲害跟優秀 那哲批哲批這次玩到非常非常開心 我們這個小黑跟這個阿莉啊 還有我們這個蒼牙跟這個營銷 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不過阿莉好像... 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蒼牙好像玩得比較少喔 好像玩得比較少 所以今天我們就再次用他們來打一些關卡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把這些分數給他打到更高這樣子喔 應該是可以來玩一下的喔 這個其實還算是頂好玩的頂好玩的 然後我們這邊把這關掉 先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忍者的話我們就選一下那個... 選一下一些不常用的喔 我們玄武林的話基本上也蠻不常用的啦 再打一次看看 來 先用一下蒼牙 其實這個機會真的頂蠻得的 而且大家可以先來體驗一下這些角色 比較厲害的這個機體 真的是很舒服好不好 就是因為我們的資源阿 像我跟瑞也玩很久了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 其實資源也不能說非常非常非常多 你可能就是要從頭到尾一直買禮包 然後如果你是沒有買禮包的人的話 資源大概只能勉勉強都灌在一隻會比較舒服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灌在鈴身上 那這一次的話基本上可以用官方贈送的這些角色 不是贈送阿 就是試玩的這些角色 可以讓我們好好地來體驗一波 我是覺得還不錯 大招直接刷起來 哇 我覺得倉牙打龍好像... 挺麻煩的喔 但其實我蠻喜歡倉牙的那個... 完了 浪費了 完了 浪費了 我很喜歡倉牙的那個大招 因為他可以在那邊順... 就是在那邊一直弄 很好玩 慢慢地會閃喔 各位 我們慢慢會打這個龍王囉 你看我們剛剛基本上全部閃掉了 可以嗎 不能太驕傲欸 完蛋 再一個大招 唉唷 欸怎麼沒死啊 喔完了 剩一點點 剩一點點 再給我 幹 完了 應該要在上面等久一點 啊哈哈哈 好可惜 差一點點 但是 昌牙真的好好玩欸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大招可以 捲捲捲捲捲捲捲 然後滑回來把彈幕消掉的這種感覺 真的很不錯 只是這隻昌牙好像就跟我們一般的昌牙差不多了 因為目前來說哲平的那個 帳號的話 基本上比較厲害的大概就是零 然後小蕉 再來是昌牙了 其實我是有念昌牙的喔 因為 昌牙有流派大概就是小黑跟那個吧 小黑跟那個零而已 所以像阿莉比較少在玩 然後還有銀銷比較少在玩 所以這機制的話 真的可以趁這個機會好好體驗一下 沈平真的是沒有什麼雷屬性角色 可能我自己就很雷了啦 所以才不需要 欸好快喔 喔 是不是少開一個那個 哇 哇 完了 我剛剛一直以為我們只要把那個大招開出來 昌牙應該就很舒服了 結果沒有 那個跳跳區好像 掌握到什麼訣竅了喔 又是這個 你怎麼走啦 欸 打到了 雖然那樣是可以打到的嗎 欸 你看我們這次閃得很不錯欸 我們 進化了喔 喔 他好像在後面 啊 可以 再給我一點點 怎麼好像跟剛剛一樣啊 都死在這個上面 欸 可以 贏了 舒服 這挺好玩的這個 沒問題 長牙 nice 還行欸我覺得 還行 好 沒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 蝙蝠挑戰 把它慢慢打開 一萬四 然後蝙蝠我們來玩一下 玩一下營銷好了喔 趁這最後的機會趕快把這些都體驗一下 其實我覺得小黑跟那個阿力那個時候真的很帥 因為他們居然可以打那個蚊子跟那個 蚊子跟我們那個什麼 跟精英準白 尤其是阿力居然很好打準白 我整個傻眼 好不好 舒服 他那個雷球真的是舒服 來了 貓頭鷹 嗚嗚 我好喜歡這個貓頭鷹的聲音 這營銷也是很好玩耶 而且真的很帥 他真的很帥 可以 然後這是我們上一把加強的武器 雷鳴劍 然後又有大招了 哇 我覺得銀燒根本超好打蝙蝠吧 你們看 他彈幕全部都可以消掉 超爽的吧 阿乾 完了 哇 很強耶 很強耶 太神了吧 好猛好猛 全部直接打掉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這個可以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用那個吧 再小黑一次 小黑GOGO 小黑打蚊子完全沒問題 好猛耶 目前來說大概就是 這幾隻 我們可以待會再體驗一下那個雪武林 我們上次買那個造型 也沒有真正的體驗那個造型的感覺 這邊應該就可以了 因為是官方的雪武林 鐵定牆 來了 蚊子 其實這樣玩起來也不會說 也不會覺得這個小黑的覺醒很爛耶 因為 我一直以為他的這個圈圈就是 在那邊固定 但是這個圈圈其實是會 追蹤那個BOSS的 你知道嗎 你看他會追蹤這個BOSS 哎唷 沒打到 六下 我真的覺得這個蚊子很難打 這蚊子是本身就難打 不要哦 哦 你看這個 不是哦 不要在 不是哦 哎 子彈一直在亂飛哦 哇 完了 果然最麻煩的果然還是蚊子嗎 夭壽 蚊子 別鬧 太麻煩了吧 這蚊子真的是 很麻煩耶 恐怖的要命耶 來來來 再一次哈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熔岩形態的這個小黑 真的不錯帥 來 吃我的火龍球啦 然後最好是要讓他的那個 所有那個 火球都打到對不對 收回來的時候那一下 應該要全部打到會比較好 來啊 你看他會有一個 額外的這個大爆炸 但不是耶 是不是這樣 我看他剛剛那個 火箭炮一直在我私底上面 狂戳 真的好難哦 天啊這個 這個 真的 好 難 啦 太難啦 哎呦 中到一下 哎 不行啦 因為我太想要把那個 熔岩全部都打到他身上了 好不好 這真機是難 好不好這隻 我們來用一下雪武靈好了 來玩玩看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用雪武靈打死他的 然後順便秀一下我們這個造型 好不好 復仇者 來來來 其實我們剛剛的話只是減少 就是挑戰那個BOSS的那個時間 所以 其實難度跟我們之前通關的是差不多 來來來 哎不是 我們造型怎麼變這個 啊不是 蛤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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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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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對不對不對 不對不對 他不給換造型是不是 好再算算算我們去 蛤 好啦好啦好啦 哦呦 害我原本以為可以 這個 這個來弄起來 來最後玩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來弄起來 來最後玩一下我們這個 哇靠 這不是必中的嗎 好險他的爆爆不會爆下面 他如果爆爆爆下面我們就慘 欸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哦呦不是啊 怎麼變這樣 好不管了不管了 怎麼變這麼難 那應該是因為我們那個吧 一開始沒有開場那個 大招可以按 尷尬了 真滴就尷尬了 一開始沒有開場可以按 讓我刷一下他的大招哦 我記得是粉色色線對不對 粉紅色線 好險他沒過來抓我們 我覺得比較尷尬的是因為我們雪武林真的是 沒什麼 沒什麼那個耶 幹 哎 好啊你逼我的 各位是他逼我的 我們先用神熱靈然後再切回來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我按再來一次哦 不是哦怎麼會這樣 不對欸不對欸 這就是沒有練的機體 我們先到主畫面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跟講好的不一樣 流派 先發 好這樣就可以了 來啊你再囂張啊 你給我囂張一點沒關係啊 不過我們等一下記得要切流派 然後我要放那個大招 神熱靈 果然是給靠你啊 神熱靈的攻擊比較痛 來 5800 我們的雪武林好像是4000多是不是 還是3000多 大鯊魚也吃到了 5800 欸不是欸 不是欸我感覺 我感覺有點恐怖欸 不是欸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幹完了 等我沒想像中的 看不到雪武林啊 哎唷 我這邊想說可以秀一下這個造型的白痴 好那我們這次其實這個虛迷幻境 我覺得玩起來是頂拍型的 因為可以玩一些就是我們自己沒有玩過的角色 那大家 這幾隻角色裡面你們最喜歡哪一隻呢 你們覺得哪一個機體最好用呢 是我們流派的榮焰 還是流派的雷獸 還是流派的雪舞 還是流派的鬼獸 還是流派的神炎 還是流派的奔雷 那就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老請來介紹大家 掰掰啦